救護車及副科技園區內 身穿黑色上一男子倒在地上 已經失去意識 119人員趕緊下車急救 警方貨報到場拍照搜證 柏油路上還有一灘血跡 地上還放著剪刀膠帶 以及正在修繕的水管 原來他是一名科技園區的大夜班保全 事發在新北市三重 24號凌晨 這名肇事的40歲無姓駕駛是廠區前員工 把車停在園區內 舊漢朋友相約在重陽路附近的KTV喝酒 沒想到當時63歲的蔡姓保全正在浇花 發現水管破了 蹲在車道旁修繕 12點23分 駕駛把車開上車道 視線不佳 撵過保全 沒停下來又把車開回地下室 直到5分鐘後 才撥打119保全送一不至 這名嫌犯酒後開車 開上停車場之後 撞上保全 不只沒有馬上下車查看 甚至還把車開回停車場 意圖想要湮滅證據 由於肇事的無姓駕駛有報案 沒離開現場 因此沒有兆逃問題 但第一時間把車開走 破壞現場 影響警方採證 而他自稱是名送貨員 向警方公稱 怕被究責 才會把車開回地下室 但由於場區內 並非一般道路 適用的法條也不同 警方沒有辦法依據 道路交通管理條例來執法 被害者還是可以依據刑法規定的 提出過失傷害 酒厝池為0.58 前案訓後依公共危險 過失致死 移請地檢室偵辦 身亡的蔡姓男子 從事保全已經三年左右 同事都說他為人和善 工作也很認真 好端端去上班 卻被酒駕嫌犯撞上奪命 證監物品都還留在警衛室 但再也等不到主人 TVBS新聞城管宇黃建國 蘇佩宇新北採訪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